各位,我们都活在一个许多情感的世界里 我们的表情就能反射出我们真实的情感 接着我们的微笑、悲伤、哭泣、惊讶、惧怕、担忧、生气等等 甚至在短信里面都表达出我们的情感 对孩子来说,他们的情感是最直接、也最难以控制的 他们想哭就哭,想生气就生气,想要就要,想讨厌就讨厌 各位试想,如果我们像孩子一样,想要怎么想、怎么感受的话 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 比如说当一个感觉,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就是很差,我就是不好,别人就是比我好 或者觉得他人就是假的,是不好的等等 这些感受接受的越多,控告就越多 自怜就越多,关系破裂就越多,甚至犯罪也就越多了 所以各位,无论我们的情感是好或坏 若不晓得如何去管理它,就会带来心灵的害处和吃亏了 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的情感 我们不是机械人,任何人也不能教我们该如何去感受 但上帝希望我们可以操练自己的情感 懂得如何处理,而不受恶者欺骗 不掉入试探和无谓的挣扎里 那上帝要我们如何操练自己的情感呢? 首先上帝要我们从心里面顺服神的道 这是开始的第一步了 在罗马书6章17节说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各位,神得到教导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 像是在路加福音12章4到5节告诉我们 不该害怕任何的仇敌 乃害怕那能叫人死而复活的上帝 菲利比书4章4节告诉我们 必须靠主喜乐,而不该靠短暂的世界喜乐 罗马书12章9节说 恶要讨厌,善要清净 菲利比书4章6节告诉我们 不该着急挂虑什么 以及在以福所书4章26节告诉我们 能生气却不要犯罪 所以各位,这都是内心需要 靠着主的道来操练与处理的情感 虽然神的道是这样的教导我们 但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处理 仅仅只为了处理自己的行为 那么我们就只有剩下道德主义 而不是基督信仰了 这是没有意义的 上帝是见察人的心 祂赐圣灵能克制情感 也赐心灵的变化 且具有新的情感了 所以我们的情感要被主的道解禁 在敬虔上操练 我们才不被我们的情感努力 但是上帝如何教导我们 怎么爱、恨、感觉 才能够与祂的道和敬虔一致呢? 神给我们至少四个帮助 第一就是借着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帮助了 基督本身也有一个情绪的人生 当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痛苦 祂给我们看到祂最深的情感 特别祂在十字架上喊着说 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其实主基督表现的情感 不是埋怨、不是自怜 不是绝望、也不是怀疑天赋 乃是表现出最正直的情感了 主知道上帝把祂暂时交给仇敌 为了是要应验与成就救赎了 所以从这里 耶稣的情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最深的情感就是走到尽头的时候 那时的情感是最真实 这才能叫我们得着神的心 且成就神的美事 那第二就是接着主的灵给我们的帮助 在罗马书8章9节说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各位 我们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 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不孤单 主赐给我们圣灵 叫我们除去有罪的情感 得着新的性情 主也赐给我们圣灵的果子 就是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 这圣灵果子能叫我们管理自己的情感了 从这个经文里面 所以各位 上帝不是用自助书 任何的娱乐的节目 来平衡我们的情绪状态 上帝要接着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 那就是教会的身体了 借着我们的肢体 互相鼓励 安慰 扶持 一起的服侍 一起领受神的道等等 我们与肢体之间互相的帮助 才使我们沉浸在上帝的爱中 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加的清晰 而不被消极的情感所淹没掉 那最后第四 就是接着神的话了 上帝通过祂的话 使我们得着信心 但神的话充斥我们的心思 主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统治了 所以各位 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情感 当有患难时 我们有理由感到绝望 感到悲伤 但即便如此 我们也有理由 不绝望 不愤怒 不惧怕等等 那是有喜乐平安的心 因为神是靠近忧伤痛悔的人 是快速听我们的祷告 也愿意站在我们这边 愿意要安慰我们的主了 就如在大卫的诗篇里面 常常他是蛮有情感的一个人 但是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危机 他最终得着平安喜乐 因为神的话如此的对他说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 给了我们美好的情感 可以为生活增添了色彩 但若不小心 就会变成可怕的情感 像是把情感当作我们的神 而无法控制住 因此让我们接着神的儿子 神的灵 神所预备周围的人 以及他的话语 我们可以从一个 无拘无束的情感和冷漠的世界 得着一个为上帝在世界上的荣耀而活 就是爱他所爱的人 恨他所恨的事 用我们的生活与欢笑 甚至用我们的哭泣 来反映上帝的形象 但愿我们都艰辛地依赖主 靠着主的话 使我们不被情感控制 乃是能够管理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